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們今天繼續來探討 清新減壓保健康的問題 首先要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的血管阻塞了嗎 宏盛 嗯...血管 可能有一點點吧 演員呢 應該是有一點點 但是應該不太嚴重 其實大部分的人 都覺得自己還很健康對不對 我還很年輕啊 我有運動啊 OK 我有注意飲食喔 大家都覺得好像自己 自己的血管應該還很健康 我們來看一下底下這個新聞 選舉 我想全世界都有選舉這樣的一個事情 在台灣 也是經常會有選舉這樣的事情 大家在選舉的時候會很激動 為什麼會很激動 支持自己就喜歡的候選 嗯...OK 所以好像在那個過程當中是很激動的 會不會生氣 對手做了什麼樣子的手段啊 又擔心會不會選不上好 所以那個整個情緒是很激動的 那這個新聞再告訴我們什麼 在那個選舉情緒很激動的時候 很可能會血壓... 不要高 不要高 OK 血壓不要高這個造成了一個 耳中風的狀況 就中聽了或者是耳鳴 或者是耳龍 這個樣子的一個情況 跟我們的心血管健康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啊 因為中風那時候就是血管 像毒塞 但也可能會毒在耳朵 那也可能會毒在其他地方 那毒在心臟就是... 就可能... 看毒了毒嚴重成就梗塞了 心肌梗塞 毒在大腦呢? 就造成了 OK 所以這是我們要很小心的事情 所以我想跟各位複習一下我們的血管 我們的血管 那各位還記得我們的血管 最左邊這個血管是最健康的 剛出生的時候 那內皮細胞功能還很好 我們的血液在裡面 可以很順暢的一個流動 那到中間這個血管呢 已經開始有些阻塞 可能有一些膽固醇的阻塞 或者是有一些血塊的阻塞 那到這一章呢 就是血管阻塞得很嚴重 OK 那當然你也不知道 你們的血管長什麼樣子 不過我想你們可以推論得出來 哪一個血管比較容易中風 第三個 第三個 好 右邊這個 就是它已經阻塞得比較嚴重的 這個血管就是容易中風 好 那不管 不管我們現在的血管長什麼樣子 我們要不要來保養 保護我們的心血管健康 要 要吧 好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控制飲食 飲食 運動 OK 那除了飲食跟運動以外 你覺得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到血管的阻塞 嗯 嗯 22K 現在年輕人很擔心的22K 好像 對未來會有一些擔心跟茫然 OK 那這是一個長期的一個擔心 會不會有一些 呃 比較短暫的或者是比較緊急的 引起情緒反應的情況 可能人際上啊或家庭的一些衝突 跟誰吵架 可能爸爸媽媽或是跟情人吵架啊 嗯哼 夫妻吵架啊 親子衝突啊 婆媳戰爭啊 那這個都是平常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一直在面對的一些情緒壓力 那我還是跟各位提醒一下 在面對我們的情緒壓力 不管你面對是經濟上的壓力 還是人際上面的 跟夫妻啦跟孩子 跟老闆 這樣子的一個緊張或生氣的一個狀況呢 那都會造成你的自主神經的失衡 跟壓力荷爾蒙的一個分泌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血壓 驚跳 發炎 變嚴重 變嚴重 發炎反應就會啟動 然後要保護你的身體 靈血機制呢 也會激動 也會變得更快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想有兩個比較嚴重的一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短暫一時的情緒激動 可能因為自律神經的失調 造成心律不准 嚴重的話會出事 那另外一個慢性的一個動脈的周狀硬化 就是血管的一個阻塞的情況 就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呢 從這個例子我們就知道 如果我們要保護自己的心血管健康 除了我們剛剛談到的飲食跟運動之外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 那是什麼 情緒 情緒 我們要控制我們的情緒反應 也就是說 我們的情緒反應有時候是一個很 自動化的一個反應 人家說了一句什麼話 你就要生氣 人家為你排隊被插隊了 生氣 人家拿錯東西給你 你生氣 那這是一個很自動化的一個反應 但是在我們的這個課程裡面 其實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說 你要讓你的情緒 還是這樣的自動化的發生嗎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很可能 我們的一個心血管就會受到一個傷害 所以在這個課程裡面很重要的是 要提醒各位 把我們的自動化的情緒反應改成手動 我們有意識的來控制自己的情緒反應 讓我們的身體越來越健康 那怎麼達到這一節呢 就是我們的情緒上 我們要維持它的平衡跟穩定跟平靜 我們一起來試試看